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和澳洲之間的馬戰越演越烈 最新加入戰團有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他在微博上狂踩澳洲 到底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澳洲政府近日跟著美國對中國的指責跳得很高 老胡一直都跟不上他的 一篇針對澳洲的環時社評都沒有寫 主要就是擔心 寫了講了都沒有人看 澳洲的份量就只有這麼多 我過去寫澳洲的東西市場效果都很差 很多時候比寫新加坡還要差 可能是新加坡來中國近一點 不過澳洲總是在樹折騰 我感覺他有點像 貼在中國鞋底上 咬過的香口膠一樣 有時你都不得不找一塊石頭過來 把他拆下來 今天老胡提這幾句 就是要告訴國人 那個遙遠的國家 又在樹不停幫美國咬中國 知道有這回事就行了 具體的內容太小了 大家都未必感興趣 最後我要善意地提醒大家 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下降有幾大幅度 澳洲和中國的關係 就會大概下降同等的幅度 他對美國的配合 比起英國大得多 這句真是夠客觀 好了 他還說 在疫情過後 大家再和澳洲做生意 或者送小蚊仔去那邊讀書 都需要有更多風險意識 我希望中澳民間的關係 不會因為政治原因出現太多動盪 但是從澳洲政府的表現來看 他們就越來越政治掛稅 很難不影響澳洲社會對中國的態度 所以風險的確很大 未必 以我們善良的想法為轉移 嘩 你們善良的想法 實情 這篇微博 就已經把澳洲踩到地底泥一樣 竟然把澳洲貶抑為 一塊照過的香口膠 貼在自己的鞋上 那是什麼意義 就是要除之而後快 到底中國能不能擺脫澳洲呢 其實是不行的 如果是可以的話 早就已經做了 我們先說到底澳洲的內閣成員 是怎樣堅持堅持 不肯跪低 首先 澳洲內政部長達頓 他在接受當地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說澳洲需要的是透明度 亦都需要解答有關疫情來源等等的疑問 確保以後不會再重複犯錯 他就認為 全球的人類都有權知道事情的始末 並且要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證 在未來幾年之內 類似的情況就不會再發生 他就說 這些全部都是合理要求 至於中國駐澳洲大使成敬業 他說什麼 都沒有所謂 是不會影響得到澳洲促請獨立調查 尋求真相的訴求 這個就是告訴你 是站硬的 好了 至於另一個的部長 這個就是澳洲的貿易 旅遊企投資部部長 八明漢 到底他又怎樣說呢 他就說 對於中國駐澳洲大使的言論 表示失望 而澳洲政府的立場 是不會改變的 到底為什麼澳洲對於中國的立場 是可以站得那麼強硬呢 首先來講 澳洲是意識得到自己的身價 根本上 中國是擺脫不了澳洲的 而他也是很難在國際市場當中 找到一個國家 替代澳洲 這個就跟澳洲所擁有的天然資源有關 其實澳洲目前來講 就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出口國 第二大的煤炭出口國 好了 到底鐵礦石和煤炭是有什麼作用的呢 就是那些煉鋼的主要原材料 而中國就是全球煉鋼量最大的國家 所以對於這兩樣原材料的需求就是極大 好了 為什麼中國不能夠找到替代品呢 因為全球的鋼鐵產量來講 中國就第一位 至於鐵礦石 中國也是第一位 但是中國本身所生產的鐵礦石遠遠就不夠應付煉鋼的需求 所以就要在全球進口 而澳洲在去年所生產的鐵礦石 已經去到8.9億噸 是遠遠拋離了第三位的巴西 巴西就大概是4.5億噸左右 第四就是印度 第五就是俄羅斯 這些對於中國來說 都不算是太過友善的國家 如果中國決定要賣掉澳洲的話 基本上他就不會在全球裏頭找到一個替代國家 是可以填補得到鐵礦石的空白 因為第三位至第十位所加起來的產量 都不夠澳洲單一那麼多 所以澳洲就意識得到自己的身價 如果中國說要賣掉澳洲的話 那個鋼鐵產量一定就會受挫 對於中國長期以來就以基礎建設來頂住經濟發展 就會受到影響 另一個主要原材料就是煤炭 煤炭方面 中國就找到替代品 因為煤炭相比鐵礦石來說 沒有那麼罕有 很多國家都有 所以中國就從俄羅斯大量進口煤炭 也從蒙古進口煤炭 主要就找了這兩個國家來替代 所以在去年的年尾 澳洲對中國的煤炭出口 就已經減少了三成多 除了夏天然資源以外 其實澳洲也受惠於中美的關係交戶 因為美國 早就已經對中國的留學生的簽證 限制了很多 在這個時候 澳洲就接收了大量來自中國的留學生 尤其在過去兩年大幅增長 如果中國說要對澳洲 採取經濟脅迫的措施 採取報復性的措施 將來那些留學生要去哪裏就讀呢 所以澳洲就很明白一點 跟中國做貿易 其實就是雙向 是一個互相依存的關係 而不是中國對澳洲的恩賜 這件事很重要 似乎有些 西方國家都不是這樣的 是跪著地跟中國做生意 你就只會被中國長期吃住 但是你站起來跟他做生意 你還可以跟中國有一個議價能力 澳洲就很明白到這一點 所以為什麼他們堅持是站硬不肯跪低 因為你一跪低了 永遠就會被中國吃住 你就要按照中國那些不合理的規則來做事 與其是這樣 不如他就站起來跟你做生意 反正你就知道他是買不到你的 他又需要你的天然資源 需要你的鐵礦石 就算是煤炭 中國都不能完全停止從澳洲進口 那些太代國家根本上的產能 沒那麼強 沒那麼高 所以 就算澳洲在去年 決定了要封禁華為在當地建設 5G的網絡也好 基本上中國都是一籌莫展 因為澳洲就知道你是需要他 你是依賴他 所以一定是會站硬的 而且就算人家說在去年的時候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就如火如荼 在澳洲 我們香港的留學生也有展示的連儂牆 展示的文宣標語等等 大家如果記得 當時的中國留學生 走去又滅又成下 總之又搞這搞路 而且當時中國駐布里斯本總領事館 還發表了一篇聲明 說要肯定這些中國留學生的自發外國行為 就說要堅決反對任何分裂國家的言行 以及一些人借事件製造中國和香港學生的對立 煽動反華情緒 當時澳洲的外交部部長佩恩 出來反擊過 是幫香港的留學生說話 他說澳洲政府是要保護言論自由 如果任何的外交官員 即是說中國那些 他們的行為可能會破壞這些權利 包括鼓勵一些破壞性 或者有潛在暴力行為的做法 澳洲政府都會特別關切 其實已經是幫了香港的留學生出聲 叫你不要亂來 沒理由鼓勵他們做這些事 什麼自發外國行為 當然佩恩講完之後 中國駐當地的領事館都沒有再出聲 第三個原因 為什麼澳洲不肯去跪低 很簡單 如果澳洲要跪 早20年就應該跪低了跟中國做生意 怎麼會等到現在這個時刻才這麼愚蠢去跪 更何況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過後 中國就將會面臨著世界各國的追責和索賠 在這樣的情形下 到底中國的經濟復甦的步伐 是會有多緩慢 到底那些 美國和日本的廠房 是否真是會應 當地的政府的呼籲 全部撤回本國那處 如果是 中國也很嚴重 經濟增長一定是緩慢 外國的訂單人不知何時回來 那些外商的廠家又紛紛撤出 在這樣的情形下 澳洲還怎麼會看你台戲 如果中國對於鐵礦石和煤炭的需求下跌 貴你也不會買 所以 根本上澳洲 就有很強烈的理由是站硬 這些就真是一物字一物糯米字幕室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